遠景上前盤查 男子站在路邊 就是不承認自己有開車 堅持自己沒開車 但遠景從頭到尾都沒看到代價 他還拒絕酒測 二十號晚上十一點多 桃園警方在明泉路巡邏 發現一輛黑色轎車左右搖晃開在路上 行蹟可疑跟在後面 車內駕駛發現被遠景盯上 竟然加速紅燈右轉 結果太緊張 撞上停在路邊停車格內的轎車 遠景一次看見車內的人偷偷爬到後座 趕緊上前盤查 車內兩人分別是二六歲的求行駕駛和一名友人 都否認開車 堅持有找代價 不配合酒測 最後送一抽血 酒測值高達0.87 酒駕上路自撞 幸好沒波及無辜 這回酒駕還聚測 加上闖紅燈 儘管駕駛不承認 但還是得為自己的行為負起法律責任 TVBS新聞廖宗慶紅金翻桃園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